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終於開季了 休息了一段日子,我想有個多月 終於到相聚一刻的第四季,說個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倆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Roger 我是Dedrit 我今天很開心,因為今天我是沒有嘉賓 今天是我自己會分享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請了兩位嘉賓主持來跟我一起聊聊天 跟我一起做熱鬧氣氛 第四季說什麼呢? 第四季就是Remembering Your Spirit 即是喚起你的靈性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成功的故事背後都會有一個靈性的經驗 我不知道Roger和Digit會不會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今季很有趣 我開幕的嘉賓等了一個多月都等不到 其實相聚一刻很有趣 去到第三季我發現那些嘉賓會自己在店裡 那些嘉賓會很完美的時間 但今季很奇怪 我等了六個星期都等不到第四季開幕嘉賓 我就想沒有了,唯有自己來 我又想過,也對 其實我有很多的這些靈性體驗 包括夢境 包括遇到很多貴人 遇到天使 因為如果大家聽眾有聽過我做節目 我都講過很多次 其實我久不久都會聽到天使跟我講話 然後他會教一些老人 我怎樣做事,怎樣做人 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心裡我寫一寫 我發現我自己有十幾二十個這些經驗可以講 所以今季一開始 我就會自己去講我的靈性經驗先介 OK 那Roger和Digit 你覺得哪裡要問問題 你就儘管問吧 好的 那我們開始吧 好 好 第一個經驗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小妹是出了一本書的 這本書叫做《副小孩訓練手冊》 現在講的都沒有什麼廣告成份 因為都在十幾年前出的 Roger 剛才我們吃午餐的時候 你不是說想出書嗎 是啊 我本書又不跟你的書 話說在2002年 我那時候還在賣地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想 怎麼可以做生意呢 今個月的生意真是一般的 在想想想 然後我突然聽到一把聲音跟我說 就說寫書 我就說寫書 然後我就想 是不是聽錯呢 因為我在想生意 你給我一條條子寫書 幹嘛 然後我就想 一定是我聽錯了 然後沒多久 他又說寫書 那我寫書 好吧 既然你叫我寫書 那我寫書 但是寫什麼書呢 大家聽眾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講過很多次 其實我是九型人格的八仔 八仔的能量是很高的 基本上我們做一些很高能量的事情 譬如做講座 做workshop 做seminar 沒有問題的 但是寫書這麼靜態的事情 對於我來說 是很辛苦的 於是我就想 OK 你叫我寫書 我就寫書 但是怎麼寫呢 寫什麼呢 怎麼開始呢 完全沒有想法 我想OK 我寫書 剛好 當時在我的辦公室 就有個男生經過 這個男生 是剛剛十九歲 就是剛剛讀了 form 7 就等著入大學 我還記得一個名字 叫做comrade comrade 你好嗎 我就說 comrade你在做什麼 他沒事啊 我不是問你最近做什麼 他說 我正在等大學放榜 現在沒有什麼 可以做暑假 我這樣嗎 有沒有興趣做暑期工 他說有 然後我就說 OK好 那你收幾千個月 他說八千 我說六千 OK 他說好 殺你 於是請了他幫我做research 就把我所有的講座 我講他錄音 另外買多了十幾二十本書 就一起去寫書 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怎樣寫書 沒有想法 然後就唯有 不如這樣吧 我們在這麼多本書 加上我自己的講座經驗 找一百個點子 就教家長怎樣教小朋友 於是乎我們真的出了二百個點子 然後在二百個點子裡面 就選一百個出來寫書 於是乎大家很忙 第一個月大家不知道大家做了什麼 他沒有想法他做了什麼 我也沒有想法 我又沒有想法怎樣寫書 於是乎他兩個月 第三個月他要上學 他果然在HKU收了他 收了他之後 他就走了 但他回來後 都幫我搞定整頓事情 於是乎三個月之內 我就找了我妹夫畫漫畫 又找我的秘書幫忙教隊 三個月之後 就終於打完那個字 不太多字 四萬多字 一本書 通常一本 pocketbook 大概八萬字 因為我們有很多插圖 於是乎出了一本書 打完字之後 我還記得那天早上 我收到直字公司的電話 那個年代 各位聽眾 我們這些六十後 是不會打字的 Sorry 如果你找個小蒙鐵 慢慢寫 簡直是天方夜譚 於是乎 直接公司打電話來 我還在講數 我問我搞錯 一千百元 不是說一千二元嗎 他說不是 你小姐你計錯了 不是這樣計的 我們不會找你笨 是我們做生意 很老實的 Anyway 我就算了 就蓋下電話之後 我就說不要緊 你欠個六百元 我就想寫什麼鬼書 請了一個人兩個月 用了我萬二元 然後跟著 找人畫漫畫 又花了幾千元 然後跟著 打字又花了一千多元 那裡就已經沒有了一萬多元 然後跟著 寫書 神經病 為什麼因為聽了 有一把聲音叫我寫書 我就寫書呢 於是乎 我們在想這些無謂的東西的時候 那一刻就電話響 電話響 我問我在哪位 他說我是花千樹出版社 我說花千樹出版社 他說你小姐 我們看了很多專欄 就說親子財經 那樣 我想問問你 有沒有興趣寫一本書 那我就 蛤 有啊 非常有興趣 因為剛剛寫完一本 真的很巧合 是不是很巧合 是的 我那個時候就無管都動了 是為什麼 會三個月之後 剛剛打完字 我還在申請 直子公司收得貴 就有個電話來 就是這樣 於是乎 談好了 第一次跟人家談 又沒有經驗 簽了授權書 各樣版權 但是有一天他打給我 李小姐 我不喜歡你的漫畫 其實漫畫是我妹夫畫的 我妹夫曾經在香港的漫畫界都挺有名的 跟黃玉郎先生 那樣 Anyway 我想你把漫畫變成 Winnie the Pooh 那些維尼熊 那樣 可愛一點 歐綠一點 那樣 那我就說 其實我本書的漫畫 第一 我比每個人看都喜歡 連我外國老闆都說喜歡 OK 第二就是說 我叫我妹夫畫了之後 我怎麼好意思跟別人說 我現在不用 然後要他 他硬硬冤他畫一些 都未必可以畫得到 還有我妹夫 基本上他畫一些 什麼鬼書王 以前那些 打打殺殺 黑社會 龍虎門 那類的東西 那你怎麼叫他畫這個維尼熊 於是乎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想我 還有時間上我都趕不及了 於是乎這個花簽書 出版社 我都不記得當時那個接黑人是什麼 他就說 李小姐你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你合作 你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毀約 那我就 蛤?毀約? 我心想 但是那時候我賣地 基本上收入都不錯 我就吸了一口氣 就 好啊毀約就毀約 反正人就等著你把你本書賺錢 你一落地拿回一堆沙 那樣 於是乎他們就收了錢 然後我就收回那個協議書 即是寄回來 就打散交叉 即是 有點傷心 那我收了 蓋了電話之後 我就想 灰了 有沒有搞錯 叫我寫書 叫我寫完書之後 現在被人這樣得罪我 一離譜 我就在罵 所以我想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的態度 不要這麼負面 我要正面去面對 我給你發五分鐘的脾氣 那我就想 我就發了個願 那時候我就說 OK 如果不是你花簽署的話 是一定有第二間出版社幫我出 而第二間出版社 肯定是會更加欣賞我 更加我們相處愉快 合作愉快 於是我就 好 就把那本手稿 丟到我櫃桶底 過了大概 不知道一個星期 還是兩個星期 某一個下午 我又收到另一個電話 這次就開心了 是這個星島出版社 很大的 大一點 大很多 於是星島就說 李小姐 我們看了你的專欄 因為那時候我有寫專欄 寫得很多 我覺得這個《親子財經》 這個題目不錯 我們想和你出版書 你有沒有興趣 那我就提 非常有興趣 你上來談 當時還記得 Barbara Barbara在行頭也有名 另外一個老闆 老闆叫Norman 之後沒有什麼 怎麼見 上來談 吃飯 是非常愉快的經驗 而Barbara到今時今日 跟我仍然是好朋友 我們出了一本書 然後就是沙士 03年沙士 遇上 03年沙士 03年沙士 當然 所有各行各業都沒有那麼好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還要本書 第一 那個年代 我們香港人很喜歡看一種 叫Pocket Book 就是一本名窗出版社 小小本 放在西裝袋袋 搭地鐵的時候 用來看 然後 然後 38元左右 但我那本書 第一 奇怪怪的 就是四方形 其實我們的漫畫 全部長形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這個星島 覺得要出四方形 就出四方形 然後還要賣貴到55元 現在55元本書 是沒有東西 很便宜 但當年38元 去到55元 其實貴很多 那本書 是不是你現在說 放在櫃桶底的那本書 不是 那時候我是把手稿 放在櫃桶底 那本書出了十幾年 就是你講的那個 於是我們就出了街 很有趣 兩個星期之後 已經上了商務印象銷書榜 很厲害 而說那個年代 我Asterly是沒有名 是 誰認識你 還有以前的年代 你出書 要不然你很出名 譬如以前楊小姐 楊寶寧出這個 修身減肥那些 或者又反過來 你是很有錢的 你給十幾二十萬去出書 這些通常是這樣做的 但我沒有想到 竟然這本書 是會上了這個唱銷書榜 然後因為出了這本書 我就無端端成為了 這個香港的 親子財經界的 專家一個 會不會當時的題目 是比較少人會提出一些 所以多人會覺得 關心這個問題 是啊 你說得很對 Roger 那個年代 我那本是全香港第一本 都十幾年前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那一個下午 聽到那個聲音 它叫我寫書 OK Aster 我反而有件事想問 因為我對靈性不太懂 我又沒有宗教信仰 OK 我聽它說完之後 那一把聲音 是在你的耳朵旁邊說的 還是在心裡說給你聽 我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很感謝你 Roger 其實很有趣的 你這個問題 我想很多聽眾都會問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 怎樣可以聆聽這個內在的聲音 其實我真的不太記得 第一次聽到這個靈性聲音是什麼時候 但很明顯地 是每一年 就是最近幾年 是每一年每一年強的 如果你問是哪裏聽到 我會說 他們總是在我右耳朵說話 右耳朵 總是在我右耳朵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是這樣 OK 那會不會又是男聲還是女聲 男聲 會不會是很熟悉的聲音 就是那把聲音 可能是某些朋友的聲音 或者是親人的聲音 會不會之類 其實它不是一把聲音 我會說 它不是真的一把聲音 是你要出書 不是這樣 是一個信息 只是一個信息 在我的頭裏 近我右耳朵的地方 它會和我 有一個信息出來寫書 因為如果你聽到聲音 你會很害怕 對 我們正在想 這樣 但是它很有趣 有時 就會是 我覺得是天使 如果你問我 我不知道叫他們做什麼 是Higher Self 還是內女 內在小孩 還是內女智慧 但是一般來說 我感覺上是天使 OK 因為譬如有時 我有幾年我很落幕 我想很多聽眾都聽過 有一次我在東沖的家 我倚著欄杆看著下面 當然我不是想自殺 我只想 這個困境何時過呢 何時才完 然後很有趣 我又在我右邊的耳朵聽到 一把聲音跟我說 其實是一個信息來的 它說 Everything is OK Everything is just fine 沒有問題 所有東西都很好 我還拼他 好 你這個死人頭 好 你這個死人頭 什麼好 現在就是這樣 一個人形單隻影 在東沖 一間千多尺 那時我住的房子 一千二百多尺 一間房子 在做什麼東西 在浪衫 還說好 然後他很有趣 天使的聲音 是很溫柔的 你不理他 不理他 他就走了 另外又有一次 我有些事情很不開心 跟某個好朋友 有些爭奪 很不開心 那我就在那裡打機 上網 上網做什麼 上網 總之在那裡 我不懂得打機 我想上網 那我就聽到 有個天使跟我說 就是 你不要這樣 你睡覺 你現在知道的 其實你需要的不是上網 你需要的是休息 我說你不要理我 我很悶 我的心口很悶 因為跟朋友爭奪 你講出聲音 還是在心裡講 你不要理我 我真的不太記得 在心裡講出口 總之就是 你不要理我 我好像說出口 因為沒有人 我一個人住 你不要理我 他說 你知道的 你現在需要的不是打機上網 你需要是休息 然後我說 我很悶 我的心口很悶 我睡上床也不會睡得著 你們不要理我 那把聲音就消退了 他們很有趣 他們很溫柔 他們不會說 你還不睡 我找來砍你 好媽媽的感覺 他不會的 於是我就真的打 上網 查電腦 查到兩點 很累很累 那我就睡覺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但是他們經常都內不內 有話跟我說 很有趣 會不會跟Esther 你有沒有信仰 就是宗教 會不會憑醫院 我小時候信佛教 中期就在New Age打滾很久 最近這十幾年 你當然沒有聽過節目了 Roger 最近這十幾年 就有十二年 我在基督教很沉迷很抹躍 然後最近這幾兩年 就開始密宗了 就開始研究密宗 不知道為什麼 我身邊突然多了很多密宗的朋友 很多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自己可能 右邊耳朵會有些人跟我說話 我就沒有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會不會跟 有信仰教會有少少 影響到有這個 釋路出現的事情 我想第一 他跟你說話你都不知道 是的 又反過來 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些 譬如我都會有很多 反過來是一些 不好的靈跟我說話 不好啊 即是 或者你這個教教叫邪靈 都會有的 但是你分不上 一般人分不上 為什麼呢 你會以為自己在想事情 怎麼分呢 例如你突然發覺自己在想負面的事情 例如你說 你看看你 你的朋友 對你妹妹他對你好好 其實他一直都在妒忌你 其實他只不過在索取 在賺好處 其實他 這些通常就是那些靈在說話 但是你會以為自己在想事情 因為他的頻率很像你自己在想事情 也會有些時候你罵自己 你看看你 搞到自己這樣 別人 你的朋友已經去到哪裡 別人都升了這個董事 董事 或者是升了CEO 你現在還被人解僱 你死了就好 我有這個部分 我問過 我有很多學生 有個差點自殺經驗的人 都說聽到這種聲音 你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很快的 之後你就很開心 很愉快的 跳吧 即他會有一些這樣的聲音 因為他的聽起來 你像是自己在想事情 但是事後你回想 不是 是另一把聲音跟我說話 這些就是我們叫的不好的靈 為什麼大部分的人聽不到天使說話 或者聽不到你的higher self 來類智慧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叫做辨別諸靈的恩慈 什麼叫辨別諸靈呢 就是你分辨到 哪些是正的靈 哪些是邪的靈 如果你聽 你分不到的 你又打開了靈界的大門 你一打開靈界的大門 他就什麼靈都跟你說話 你分不到的 有些人會假裝天使 他會假裝 你以為天使跟你說話 最初他會叫你做一些很簡單的事 然後叫你殺人放火 或者叫你做一些很傷害性的事 你分不到 所以如果這樣的情況 就寧願聽不到 所以大部分人是聽不到的 明白 所以如果要聽到天使的聲音 或者想聽到靈界的聲音 就第一 你一定要問神 無論你哪個宗教也好 問神拿了一件事叫做 辨別諸靈的恩詞 辨別就是分辨 辨別就是分辨 諸就是諺 就是諺 諺就是諺 諺就是諺 諺諺 諺就是諺 諺就是諺 不是諺的靈 知道 明白 不同的靈的恩詞 你要分得到 哪些是好的靈 哪些是妒忌的靈 哪些是眼分的靈 傷心的靈 自殺的靈 靈有很多種 你分到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神的保護 無論你是信觀音 信耶穌 信佛祖 信阿拉 信誰 你要有一個保護 所以你只能聽到上司的聲音 或者耶穌的聲音 只能聽到觀音的聲音 因為你不想聽到其他 古靈精怪的聲音 嗯嗯嗯 我是很好訓練去聽的 哦 OK 是的 這樣了 好 接下來又說說其他經驗 好嗎 好 第二個經驗就是 我有個好朋友 他在二十 三十年前過世 這個好朋友很有趣 我跟他 他叫Conny 他叫Conny 中文名不說 我們從小到大 他有趣 他十七歲就嫁去英國 我們是小學四年級 已經是死黨 那種金蘭姐妹 我住五樓 她住四樓 然後下街買蔥 都要打電話給他 我媽叫我下街買蔥 你陪我 那些 青梅竹馬 是的 他十七歲就離開了香港 嫁去英國 因為讀書又不可以 還有他很早嫁 我十七歲就讀中四 還讀書 那他就已經嫁了 然後到二十一歲 我就輾轉反則 去入了理工大學 那時候叫做理工學院 進去讀設計 誰知道我去面試 那一天 收到一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他過身 那一天我還拿著一個 去面試 碰到他的嫂子 我說 為何 Connie 半年都不寫信給我 那他看著我呆了 他說 他說 他過身 你不知道 那我呆了 蛤? 過身? 不是吧 那我去面試 後來我發現原來他真的過身 那我又這麼幸運 進去理工學院 但是那一年 我是不能笑的 因為第一次面對死亡 還有第一次是 原來是 哇 死亡是這麼痛苦的 即是跟一個你從小玩到大的 人分開 其實他去了英國 我已經很傷心 而且現在是永遠分開 加上因為他 在英國的時候 我們是 即是他死亡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聯絡過 即是說我沒有去醫院探望他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患了癌症 就老了 一個月就走了 一會兒就走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來得及 她丈夫也很傷心 所以趕不及跟我們說 於是我就很慘 那一年又入了理工 本來是很開心的 理工有很多功課 但是很有趣 他久不久晚上來找我 睡覺的時候 即是我做夢見到他 但每一次那些夢 是清楚到不得了 很清楚我見到他 我們會變回小學四年級 即是我們剛認識的時候的樣子 又是下街打羽毛球 我們小時候住在葵櫻村 那我就下街打羽毛球 然後我們就變回小孩 玩得很開心 然後天亮起床的時候 我就起床 每一次早上起床 我都哭得很厲害 就哭到 因為起床我才知道 哎呀 夢來的 夢來的 她死了 她死了 然後我又全天很抑鬱 很哭 然後就上學了 有一晚 她又來找我 我來做夢 那個場景是很特別的 好像煙霧迷慢 就像演戲一樣 地上有些乾冰 有些煙升上來 就在一個夢境 她這次來 就是大人的樣子 我最後見她那時候的樣子 成長了 她離開香港之前的樣子 我看到她 我說 為何你今晚這樣 在夢中這樣問她 為何你今晚不是八歲的樣子 為何你今晚是 你每次我們都見到 都是八歲的樣子 她說 嗯 是啊 她沒有怎麼說話 她很沉默 她穿著一條很漂亮的裙 我記得 她穿著一條紅色的絲絨的裙 我說 有事不妥嗎 她說 不是 她說 我要去別處 不是 是我問她 你是不是要去別處 她說 是啊 我說你去哪裡 她說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我說 我們是不是以後不見了 她說 嗯 不是 嗯 然後我說 你去哪裡 你去結婚 嗯 然後她說 嗯 我會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她就另轉背 走了 嗯 然後我看著她的背影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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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一個地方 是再看不到她的背影 嗯 然後我就醒了 嗯 很自然地醒了 然後醒了之後我就知道 所以我以後都不會見到她 嗯 我想那次這個夢境呢 是讓我知道呢 因為她知道我很辛苦 嗯 是這麼多年來 不是這麼多年來 是那一年 就是我經常在夢裡見到她 我們一起玩 放不下 嗯 唉 我們不能夠再相見 嗯 嗯 然後她過來道別 因為 最難過的事情就是 她死的時候我沒有在 嗯 然後跟著 去到 那個夢境呢 她給了一個機會 我看著她走 嗯 嗯 於是乎呢 我就真的看著她的背影走 去到一個地步 是看不到為止 嗯 雖然現在說 也有點難過 因為真的從小到大 嗯 但是很好呢 就是那一次呢 我跟她送別之後呢 我到現在三十年來 我是沒有夢過她一次的 嗯 她都想你放下 是啊 是啊 我三十年來沒有夢過她一次 然後那次告別之後 我們就真的告別了 嗯 那這個經驗呢 給我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嗯 是 我覺得整件事呢 是真的 嗯 就是每一次我們去睡 我們就是做夢 她來找我 嗯 嗯嗯嗯 我想是我很掛念她之餘 她也很掛念我 嗯 因為這個姊妹呢 是我從小到大 還有她對我很好的 嗯 是很好的 Anyway 這樣吧 其實呢 她是 我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裏 可能她都會在聽也不頂 嗯嗯嗯 好 我們講第二個故事 OK 你有沒有其他故事可以說 有沒有類似的 我想問 好 在你剛才說的夢裡面 會不會看到你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即是你就是跳出第三者的身份 第三身 還是你是融入了它 你好像主觀一個人 你明白嗎 你有解夢嗎 不是 我有時發夢 我是 我看不到自己小時候 我是 自己一個 怎樣說 我自己是其中一個人的主體 是 看到對方 我聽你剛才的感覺 好像 你都看到你自己小時候八歲 跟她那個年紀的感覺 這是我的感覺 我們是 夢很多種的 有時我們會變成 自己的observer 觀察者 有時是清明夢 清明夢就是 你可以主導夢 在裡面 你說要去哪裡去哪裡 我跟她 每一次都是真的 就是直接在夢裡面是真的 真的 我們就是回到八歲的時候 去葵兄樓下的地方 打羽毛球 是完全是真的 是真的到不是一個夢 所以為什麼很痛苦 所以早上醒了時才知道 哎呀 是一個夢來的 這樣才會痛苦 所以有一天她過來和我道別 我覺得是我們之間今世的恩緣 那些情緣要結束 嗯 也是的 我想我可能有一點點分享 是很簡單的說 我記得我有一個親戚 姨媽 很疼我 我很小時候 十幾歲 都沒有見過大概一年 有一次我突然發夢 在夢裡面 我知道是夢 夢很簡單 剛才你所說的 好像煙霧梨漫 好像演戲一樣 黑漆漆漆 背景沒有任何事情 然後我看到姨媽走過來和我說 你乖一點 對媽媽好一點 是不是真的姨媽來的 真的姨媽來的 還沒過世的嗎 我不知道 很久沒見 一年 那一刻我看到姨媽和我說 你多點照顧家 多點看著媽媽 她說那麼多話 我說好吧 然後我隔了幾天 吃飯時和我爸和我媽說 我前幾天發夢見到姨媽和我說話 所以我媽的面子是有點奇怪 我說姨媽說什麼 姨媽叫我多點照顧你 多點關心你 長大了 那時只有十幾歲 那我就好 然後我媽就說 我還打算今晚跟你說 姨媽過了生 打算問問你過兩天 會不會去殯儀館 怎樣 我說 我眼睛都在吃飯 那你一定要去 我當然要去 因為她對我很好 原來我才知道 是否報夢 有些事情想跟我說 所以你的感覺給我 就是我在夢裡 不見到我自己 我見到姨媽 有很多人面對著我說話 就不是我見到Roger在裡面 所以我就好問問你 你在裡面見到 是不是Esther在裡面 我在這裡 整個肉身都在這裡 就是回到八歲的樣子 可能真的有些事情想報夢 讓你知道不要再難過 放下自己 我要去你的地方 是啊 她知道我受不了 你那個案子很明顯 就是她照顧媽媽 記得Roger 她說話不是很恐怖 她說話很友善地跟我說 然後我就 起床了 上學了 然後就這樣 Digit呢 Digit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我沒有特別的經驗 剛剛跟Roger 我又很想知道 譬如好像你 姨媽跟你說完 然後聽到你姨媽跟你說 原來姨媽已經過世了 你會不會打個懶陣 當然有 我差點碗髮都掉到地上 我一向不相信有這些東西 我不相信有靈體 那一刻我覺得 為什麼這麼邪 我知道那天是親人 我不會覺得有恐怖 就是覺得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些 這樣的部分 有靈界的東西去出現呢 那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奇妙 就是我媽媽想跟我說 誰知道姨媽早一步說 但她沒有說我死了 我沒有說 多一點照顧家 只是這樣 我覺得 是不是親人才會有這個聯繫 到這件事呢 或者是否曾經 告訴我 準備有人離世 或者已經死了 她特地走來告訴我 這是我的感受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 我逢有朋友準備過身 我也感覺到 是嗎 是 這是第二次 另外還有一次 是我的朋友跳樓死了 就是為了為情 然後我又是看到她在夢中 跟我聊天 然後我收到朋友說 誰誰跳樓 然後我眼睛都突然 我還要去莊香那一刻 一莊香 你還說你不靈體 其實你也是靈體 我自己是無無神論者 是嗎 總之我不信有這些 你簡直是不信有神 我不信有 我們說的 我不信有 所以我不怕 晚上去廁所 我不開燈 我都不會害怕 我瞞著鏡也不害怕 我都沒有做任何 我不是很認識 那些真是無神論者 你因為是不信有神 所以你也不信有鬼 是啊 因為我覺得 即是這樣說 我不信神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人去世就回耶穌身邊 我試過一次有人傳教 在公園和我傳教 我問了一件事 我帶著狗放狗 我問 如果我真的死了回耶穌身邊 那我旁邊的狗 會不會都回耶穌身邊 他怎樣回答 他回答過 是我很生氣的答案 是嗎 他沒有資格 在神身邊 只有人有資格 然後我就 沒有理會他 發大 其實神也有分階級觀念 狗也有生命 狗也是很好的同仁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對宗教我有一點抗拒 就是我不如相信自己 所以我從來都不相信 因為我朋友跳樓過身之後 我覺得 為何又會這麼巧呢 我覺得 是否有一些東西想告訴我 就是很重視我這個朋友 說我不在了 你們玩得開心點 所以這些分享 我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可能他想你放下一些東西 所以都會跟你做一個動作 讓你看到我慢慢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讓你放下你的事 好了 說你都不相信 三十分鐘就已經過了 嗯 很快 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啊 然後再回來再聊 OK 好了 又來到我們第二節 這個Remembering your spirit 換起你的靈性 既然講起夢境 我繼續講夢境 因為有兩三個夢境 改變我的人生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經常夢見的人 就是我舊老闆 在那裡 他健在 他不是中國人 所以他聽不到廣東話 也不會聽我的節目 所以我不妨講他 就是Dirk Dirk其實是我的一個恩人 他是一手提攜我 由一個小女人 變成一個國際團隊的領袖 我在他身上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到2005年10月 他解僱我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為什麼我現在會做生意 會自己做講座培訓 就是因為小妹是經常 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在事業的高峰 都被人兜出來 搞得我騷擾 就是如果你數不好 就被人解僱 是啊 態度不好 就被人解僱 或者你人緣不好 或者你偷東西 你就被人解僱 我不是的 每次都是事業高峰的時候 有人說 我們解僱你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當年是很大的打擊 然後這件事之後 我經常都夢見他 每一次夢見他都是同一個場景 就是 我無端端不知道 為什麼要回到公司 還要是那時候 因為無端端被人兜走 當然不會無端端的 肯定我得罪了人 還做錯事 你說上次的功高蓋主 功高蓋主 積了很多東西出去 然後別人就受不了你 就解僱你 怎麼會沒有原因 實在有的 特別是我們這些沒有底薪的 於是乎 就經常夢見我老闆 在公眾場所 然後我老闆就追著我 我經常避開他 避開他入女廁 每一次的夢境差不多 然後去到七年之後 我就想 我真的受不了被人解僱嗎 其實我經常被人解僱 我不是第一次的 應該是三四次 職位做得很好被人解僱 去到七年之後 有一天我在街上 碰到我舊同事 我舊同事就說 喂 Aster 什麼時候再來公司坐下 他說 有什麼好坐呢 不知道為什麼 那次被他脫了上去 剛好 我老闆原先 這個舊老闆 原先是要坐飛機走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沒有坐飛機 就扭了公司 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上去 就見到我老闆 七年之後見到他 他就說好他的計劃 是怎樣 這路路 於是他說完之後 他說 你覺得怎樣 我說什麼怎樣 他說你覺得怎樣 我說 OK 挺好 什麼OK 簡直是正 你還不進來做等什麼 我說Derc 我剛剛在灣仔 搞完一些事情 然後我是經過 我沒有想過再進入這一行 亦都沒有想過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其實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你也記得我是被你解僱的 但其實我老闆不是想解僱我的 我老闆是 他是操刀那個 但因為我是他一手培育出來的 公司要解僱我 他操刀其實他也很慘 他收拖打做事 是的 他收拖打做事 但其實他很疼我 他解僱我之後 其實我還寄封信給他 多謝你 如果不是你當年這樣栽培我的話 我基本上還是一個很小器 沒有什麼成就的小女人 但因為他教導我怎樣做國際生意 怎樣成為一個真正的Leader 不要因為自己是中國人 不要因為自己是一個女人做不到事 所以他教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的團隊是很多男士 外籍人士 一隊很國際的團隊 所以我覺得我很多謝我老闆 我還跟他說 我多謝你 但最後我還是被人解僱了 我令你很失望 因為我老闆想我繼續成功上去 於是七年後之後 竟然碰到我老闆 我就想 為何會這樣呢 七年後再進入去 於是我想了一個月左右 跟很多舊同事談 那些人就說 你當然要跟 阿爹這麼欣賞你 而且還有誰 你頂得他順 他頂得你順 然後呢 於是我就回到他舊公司 對不起 回到他開的新公司 好像每一天 好像在做夢 然後我就發覺 每一天我都要面對 七年前的經驗 那種痛 被人解僱 被人出賣 很多舊的回憶 每天都回來 然後三個月後 我就發現 我一塊地都賣不到 以前我坐著 譬如你喝茶 你們不說話 我不說話 我都可以讓你幫我買東西 但是那三個月 我私盡渾身解數 我都賣不到一塊地 那我就知道 我的大勢去了 這個賣地的緣份過了 然後我發現 為何我們會相遇 為何七年之後 會見到老闆 為何這七年 為何我們會圓到 原來後來他發現 他當然表面上是 他沒有我的電話 我又不知道 什麼在哪裡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 是因為我對於培訓 不信任 因為培訓 不是一行非常好賺錢的行業 對我來說 我有些扭曲的固定信念 而是我經常覺得 真的想賺錢的 是要做投資 還有跟老闆的緣份未盡 所以我經常在發夢去找我 我想可能當時對於他來說 他解僱我也是一個不太好的經驗 因為我是他香港的頭馬 然後我覺得 大家在遇 是一個好的經驗 大家都了結 又是另外一個了結 就是 完了 投資這個階段完了 賣地這個階段完了 我和老闆的緣份也都完了 所有的東西都煙燒雲散 是從新開始 由頭來過 然後那三個月之後 我就發覺 嗯 我要辭職了 嗯 而他們都覺得我 經常走歸去做培訓 經常走歸去做講座 他們都說 你可不可以專心一點 我說不行 有一天 我老闆跟我說 你經常走歸去做講座 等一下又去做培訓 我覺得你的心都不在 我們需要人和我們打天下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不要再去接職 我怎知道很自然地說了一句 如果我不可以做協會 做教育 做教育 我的生命是毫無意義的 嗯 然後我又呆了 你為何要這樣跟老闆說話 現在人家聘請我們做事 然後那個老闆又呆了 他說 哎呀 他說對不起 我沒有想到 你已經不是一個 當年的Aster Lee 即那個做Sales Director 做Division Manager Aster Lee 原來你已經是一個訓練 他說我沒有想到 其實七年之後 大家已經不是那一回事 嗯 然後跟著 講完之後 他們都很好 他們給了一些套餐給我 那我就走了 然後他再給我收多一年佣 算是這樣的 真的很好 然後跟著 我從此以後 就沒有再夢見我這個老闆 嗯 是啊 很有趣 那又結束了 所以很有趣 我想夢境是一些挺有趣的事情 好像有些事情要告訴你 然後好像要去找一個答案 我覺得是 我聽剛才的一個分享 我覺得好像是 會不會其實 好像跟老闆的緣份還沒完 真的七年後 真的靠這一次的機會 給你Aster看到 原來 我可能真的在培訓這方面 興趣會比較大 嗯 又可能要跟老闆的緣份 繼續走下去 試多幾個月 真的咦 我裡面真的發覺 原來我再賣地 賣不到 我想不是Aster 你賣不到 我感覺 如果你當初有自己的好好的技術 我覺得你一定賣得到 可能我的感覺是 你的心已經轉了別的東西 是啊 已經沒有心機再賣地 而且剛才我聽到的說話 我自己有的部份就是 我不舒服的 就是幫老闆打天下 我有這麼說 有 我也有部份 我做了這麼久這行 廣告二十幾年 我得到什麼呢 就是名氣 人工 但人工不夠遮蓋我 我的所有東西 是 可能那一刻就是 即使我打了多少好東西 回來 都是老闆離代 到真的功高蓋主 看不順眼 或者有人在後面做什麼動作 之後 都有一句很簡單 就是 我找你 給你多一個月 出賣些東西 拜拜 感受到是 好無感情 尊重 尊重 雖然香港是一個很名利權的地方 大家都想賺多些錢 住大間的房子 快點供出 供給子女讀大學 但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人來做人是為了錢 總是有別的東西 即是這樣說 我們經常說來投胎 要麼就是來學東西 要麼來玩 要麼來玩 想升級 其實錢是好 有錢是令人快樂的 大家明白 這個不用 親愛的香港聽眾 賺錢當然是令人快樂 但其實錢是不可以令人快樂的 他只能夠令人安樂 真正的快樂一定是來自內在 沒錯 我們一定是來做我們最喜歡做的事 然後你就做得很開心 有一次我又聽到天使跟我說話 就跟你剛才說的有關 因為有很長的日子 我在培訓那裡在那裡掙扎 就是因為培訓 因為我不知道 你需要摸的 而且我過往的經驗 很多次我的封工偉績 都是跟別人打天下 然後有一次我聽到天使跟我說 其實你覺得你可以幫別人賺錢 為什麼你不覺得自己幫自己賺錢賺到 我經常覺得我需要一個平台 我經常覺得我以前之所以成功 因為我有一個平台 因為有好的產品 有好的老闆 然後有一隊團隊 然後現在我什麼都沒有 我自己要由頭創造我的平台 創造我的產品 創造我的明星 我覺得有很多力量 很有趣的 那天我突然聽到天使跟我說話 你相信自己 為什麼你不相信 其實你自己是可以創造自己的生意 為什麼你覺得不行 是可以的 你儘管相信 你去吧 很多人 很多上司 或者天使會幫你 那你突然說起來 我就想起突然有這一幕出現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的命水 是那些副手 我不是李嘉誠 但我是李嘉誠的副手 我經常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是不是要找一個平台 找一個老闆 找一個什麼什麼 這些相反意願 就是玩死自己 我都有這個部分 有時候都可以這樣想 所以是要相信自己 做得到 以及相信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你也好 有把聲音 我真的有空去叮一下你 我從來都沒有這些聲音出現 所以 整天都自己在那裡打架 你是我們 是啊 是啊 我都希望由於開始 所以 重新去改變一下自己的思想 好了 接著我就想說一下貴隱 因為我覺得很幸運 我想每一個成功的人 那個生命 是很多很多人的造就 很多很多的貴隱 很多的人間天使 來對我們好 其中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三個都認識的 周華山博士 是啊 華山上來我 我相像一刻三集 三集嗎 三集 有兩集的視像 你沒看過嗎 還沒 講我的修行路 有空先看 實在有點忙 太過份了 快點光顧一下 OK 華山絕對是我一個恩人 09年的時候 我09年9月19日上DP 999 所以我一直都幫他推廣 我完全沒有任何利益 純粹是因為感恩 因為那個年份 很有趣的 09年9月19日 剛剛是猶太人新歷的新年 929 2009 919 有很多9 還有9是一個靈性數字 9是一個靈性數字 如果你經常見到999 其實他當然不是報警的號碼 999 即是各位光行者很開工 light worker 捲起衣服就要開工 我想我去到09年 我以為 對不起 應該這麼說 05年的時候被人兜了 我以為是人生的低潮 然後07年又再低一點 09年又再低 然後之後還有一些更加加難的日子 原來這個世界上 住得很低 不是最低的 有一樣東西叫地勞 地勞 原來你住在地勞 你以為已經很低 也不是很低的 因為有一樣東西叫地獄 低處未見低 當然人生的高處也可以 高處未見高 你可以不斷去突破 我想我永遠會感激華山 如果不是當年他曾經幫過我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們不知道爭了什麼 有些事情很不開心 不開心到我那天就想 走 沒有東西可以再留下來 沒有東西值得留下來就走 然後第二天 我在東涌那個地方散步 在想著怎麼走 當然是想的 不會做的 那時候很不開心 然後華山打回來 他說你在哪裡 我散步 我就在想著 我已經想著不回 那時候在上課 我想著不會再回 有他了 華山在電話裡咬著不放 直到他覺得我完全沒事 他才收線 然後有事很有趣 那些人為何會自尋短見 或者為何會做一些傻事 其實很看你那個時刻 又沒有人幫 有一集我訪問Charles 第三集應該 Charles也是DP人 他說他自殺那一刻 上吊頸 已經吊緊 吊緊 吊緊整分鐘 然後手機的電話 無端的響 在褲袋裡 然後他拿回來 因為他做健身的 他很大隻 所以他還夠力 把繩子拉回來 拉出來 然後落地 聽 他說我懷念都死了 不差了 聽完電話才死 那就是因為那個電話 就救了他的命 這麼有趣 是啊 那個電話是懂不懂的 那個電話是一個相識的人 從台灣打電話來 台灣的朋友告訴他 他開一間花店 就跟他說 叫他捧牆牆 幫他買花 賣花 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他說 噢好啊 那就沒有再自殺念頭 然後下來 自殺的念頭 打燒了 然後就死不了 之後就沒有了 就開始回復正常 但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那個電話 是響早一分鐘 他真的沒有自殺 他可能聽完電話 之後才會死 如果那個電話 離遲三十秒 他已經是頸部 不夠力了 整個身體的反應 不夠力 你想拔自己下來 就拔不到 嗯嗯 那個電話是剛剛好 一分鐘之後響 嗯 如果不是這個人間是有天使 這個朋友 怎麼會那個鐘數打來呢 是 那我們這位朋友就走了 嗯 明白 是啊 所以是 大家都認識華山 知道 所以我覺得是 還有華山當時說過很多說話 很有趣的 他說 嗯 因為當時我已經沒有工作了 整個五年了 嗯 其實大家聽眾 可能也有過一些失業的經驗 或者沒有工作的經驗 是嗎 其實五年沒有工作 你又找不到工作 又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去哪裡 是很痛苦的 是的 我覺得很瘋 還要沒有動力 是的 還有你覺得自己很像垃圾一樣 是的 你覺得自己是 哇以前那麼風光 跟我有過很多風光的日子 還有懷念 經常都懷面過去 經常都懷面過去 就是以前我這麼棒 現在搞到這樣 會把自己的價值降到最低 其實我們人是很把我們的價值 跟我們的工作的成就 是 女士就會是婚姻上的成就 還有是金錢上的成就掛勾 像是香港典型的 對 其實五年沒有工作 很多人都會瘋 還有沒有動力 很難再重新投入工作 對 但是幸好因為遇到華山 華山說五年沒有工作 有什麼問題 我七年沒有工作也是這樣 對 然後 七年沒有工作 因為以前我們做很多工作 很高速 然後把自己迫得很密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五個月沒有工作 很難過 又花了自己的錢 又沒有訂 但是華山說 我七年沒有工作也是這樣 那你五年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突然間 令到我覺得 舒服了 安樂了 還有那個內在 那個內疚感 是少了很多 然後我還問華山 華山我什麼時候才會OK 然後華山說 我看你這個情況 多兩年 嘩 多兩年 多兩個月 我都受不了 周總 那看這兩年做些什麼 然後 最後我說 很可愛 那時候很想翻身 很想翻身 我想任何人在低谷都是這樣想 很想翻身 很想好以前 再更加好 或者更加好 然後蘇迪可以有面子 對江東父老 爸爸媽媽 不死得 舊朋友 我不只不死得 我自己比以前好 是的 這個想法大家不要有 我也有 因為只會帶你去一個很辛苦的地方 是的 然後就慢慢慢慢捱上來 然後無端端又入了梨花籠 然後 其實那個自我價值是慢慢慢慢踏高 透過貢獻 透過自我了解 還有真的需要將自己和過往的功名利錄 失敗 即是拜拜 拜拜 才可以重新上路 沒錯 沒錯 真的不是很簡單 我想我們三個都有這個部分 即是 Digit沒有 Digit什麼是幸福 是的 Digit是幸福的女人 其實我都很贊成 就是放下執著這件事都很重要 就算不是說事業上 對任何一些 譬如家庭上你很執著要怎樣做幸福的少奶奶 或者是對子女期望要怎樣 其實如果你執著了都會很不開心的感覺 雖然我不會說到事業有什麼大 所謂叫做大大莫野 但是我覺得其實執著這件事 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即是那個課題 課題 這個可能真的是香港典型 即是每個人都需要什麼責任 即是男的又要照顧家 又要事業很好 女的最好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照顧家 嫁得好 嫁得好 姐妹又會 你眼望我眼 最好不要嫁老公那麼窮 即是很多東西給自己的對話 前幾天 你們可能知道 上星期我們就搞了一個 婦女財經 這個叫什麼 婦女忍練金講座 過了 很有趣 我覺得有些數字上可以說一下 其實香港 根據最近2012年的人口普查 會有四成的人永遠獨身 我們剛剛三個是不同階段 我還沒結婚 也還沒結過婚 以前我們這些年紀還沒結婚 就麻煩了 我說你這麼大的還沒結婚 你是老姑婆 賣靜姐 賣靜姐 但是現在基本上四成的人 是永遠獨身 即是四成的男、四成的女 是永遠會結婚的 嗯 那麼四成了 然後另外六成結婚的 有60%是會離婚的 嗯 那就是有一個數字出來 好了 那再剩下那六成離婚的人 再分的離婚又是60% 嗯 嗯 然後然後你就算了一條數 我就把這些數字全部同一下 之後就發現 以後的人口 你會發現 有四成的人是會單身 嗯 你可能會同居 你可能會甚至乎生孩子 總之就不結婚 嗯 即是法律上是沒有名分的 另外41%呢 就是仍然幸福地 或者不幸福地結婚 是 然後有21%呢 就是要麼離婚一次 或者離婚兩次 嗯 那就大概是2比2比1的 嗯 所以大家現在你出到街 你會發現 就兜好兜面就是 未結婚的 嗯 結了婚的 離了婚的 其實是來來去的這三種人 是的 但是百分比是非常之平均的 嗯 是40、40、20這樣 嗯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你會說這裏 我們之前在說什麼 哈哈哈 哦 你在說這個 幸福婚姻 是的 是的 然後你那40%是結婚的 是否代表他個個都很幸福呢 未必 不是的嘛 那你那40%或者那20%是離婚的 我們剛剛我們三個就代表三個界別了 但我們不會告訴你 我們是誰結婚的 誰還沒結婚的 所以我們是剛剛 其實你是可以很快樂地 單身 嗯 結婚 或者離婚 嗯 或者很不快樂地 單身 嗯 或者離婚 開不開心自己給自己 自己怎麼看自己 好了好了就是這樣 OK 我覺得接受自己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以下下來我講過另一個貴人 就是跟我們接納自己這一部分 是有關的 嗯 好 在2000年 2000年我就去了馬來西亞上課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上課 上課精 是的 在2000年我上課了一個課叫BSE 免得多了 總之叫BSE 那課堂是非常困難的 那間六日午夜 六日午夜 還要是早上六點起床 接著去跑山 跑山 我不是跑的人 去跑山 要做運動 在當時的經驗和感覺 我是非常不受歡迎的 因為我們當時有很多隊團隊 這個團隊要比賽 那我是其中一隊團隊 那我的團隊很巧地 有很多是警察 前幾類部隊 和行軍的人 是不是不同國籍都有 是的 但大部份是馬來西亞人 那大家要知道少少 就是馬來西亞人 他們大部份是信回教的 回教為主 然後我就是整個組裡面 唯一的一個香港人 那到那一天 那些人遲到 那我就說你們為何會遲到呢 那特別是那些軍人遲到 軍人很少遲到 而且是那些主持人遲到 那我跟那個人說 我為何會遲到 他說沒有 我家裡什麼什麼 那就長話短說 那我就總之很不受歡迎 因為我很直接 我說跑步要準時 你們不要遲到 但是說了幾天 都是不準時 那他就背後說我閒話 就開始說 這個bitch 八婆 就跟我的partner說 我的partner和我一起上課 他就說 Aster is such a bitch 就是他做了八婆 我都不明白 為何你會和這些人合作 那我聽到 我就 那你遲到 那你遲到 為何你還要說人 還說自己是軍人 然後很有趣 就是在那個地方 有一個其中一個講者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叫 Campbell Spencer Campbell Spencer 都不會聽我這個節目 因為他在紐西蘭的某道 那Campbell Spencer 是一個 當時他只有29歲 我們是30中間 30多 那他很有趣 他是一個天才來的 生意上的天才 那有很多人想見到他 那些人是 要問他拿生意上的資料 提示 那你就需要排隊 他可能排隊 他只給你15分鐘 那就是個個都想見他 還有他是唯一一個 是沒有讀過那個課程 都可以去教的人 這麼厲害 他太厲害了 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他在說他20多歲 他已經有過千萬身家 但是他過千萬不是港幣 是他們的紐西蘭子 就是成大幾倍那隻 然後他生意做得很大 很成功 還有他一個天才 真是天才 他就看我眉頭眼睛 他想知道你什麼 那以他本身 他這麼聰明 還有他本身 是讀心理學 他讀了六年 所以他對人 他說你講一下 他想知道你在想什麼 好了 有一天 Campbell找我 他說你是否Aster 我說是 你是否賣地 我說是 我想見你 你明天幾點幾點來見我 我說好 於是乎 那些人就問我 Campbell跟你講什麼 我說他想見我 他說他想見你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想見你見不到他 又簡單地講 他就跟我說什麼 他就想將他公司的 價值幾十萬的 Franchise生意 送給我 那我就說 蛤? 你送給我? 我沒有這幾十萬 給你 沒有這個錢給你的 Franchise費 他說 我不用了 我送給你 經過很多事情之後 幾個月之後 我就特地飛去新加坡找他 其實那時候已經 怎麼說 很艱難 Anyway 我飛去去找他 我跟他談了一段 一段說話 我想跟香港的 我們發展的聽眾分享 Anyway 我們那天去吃飯 他跟我說 我講那個Franchise怎麼做 我問他 我問他 為什麼你給了一個反權給我呢 其實你給了一隻光碟 幾十萬的資料 是一隻光碟 我可以把你的光碟 到處去收拾 然後他說 第一 我知道你是一些 擔屎不偷吃的人 中 對 我是這樣的人 他說 我把生意交給你 在香港 如果你是沒有誠信的話 就好像我在紐西蘭 已經是有人這樣做 就把那隻光碟 因為那隻光碟值三十幾萬 他賣出來是賣三十五六萬 但是光碟值什麼錢 一隻光碟八塊 他就有人拿了光碟之後 就一萬塊買了出去 我說一萬塊 然後他說 他說我看中你 因為我看到你說話沒有面子給 我說你不是很明白 你說清楚 他說其實在這個香港 在這個世界 很多人的成功 是因為跟紅頂白 因為是奶鞋底 是因為很多原因 然後上位 他說這個世界 真的夠膽說自己說話的人 是沒有什麼 他說Aster 我知道你是夠膽說話 以及你是沒有面子給 所以你這種人 是很討厭的 他說我留意了你很久 他說 他說我有一次 坐升降機看到你 又看到另一幫男人 在那裡 那些男人是不斷的 然後用眼尾 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 她是 such a bitch 這樣說 他就做了八婆 然後他見到我沒有反應 我是那些 隨便 他說有時候 我們很多人 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然後有很多時候 當我們堅持見 或者當我們要求一些事情 做回自己的時候 難免身邊的人是不巧聽 甚至他會說八婆 然後當我們累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 唉 你說什麼就什麼 那我是八婆 隨便 我都免得跟你說 那我們自己都會回應 OK I'm a bitch 我是八婆 So what 那又怎樣 但是他說 他Aster為什麼要找你 就是因為 在一間公司 真是高層的人 他一定需要有勇氣 說真話出來 如果你沒有人說真話 那公司會倒下的 他說我為什麼會給你 因為我知道你是這個人 第一 你不會把我的資料 買掉 第二 你沒有面子給 是會說真話 然後我聽著他這樣說 我的眼淚就 如江河一般 就是這樣 爆出來 然後那天我想起 我還記得我們是一間很高貴的酒店 吃飯 然後那麼多年來 我從Poly畢業 是幾多次被人解僱 在我生命裏面 幾多次被人罵 說我是八婆 說我太硬正 說我太強勢 我想我被人說強勢 說了一輩子 說到我已經沒有感覺了 然後我突然間 因為他這樣說這句話 他跟我說 為什麼他選我 他好像安撫了我幾十年來的委屈 有人認同你 對 他講的是真的假 沒有人知道 可能他講的說話 只是哄我下局 幫他做事 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因為他這樣說 我哭了兩天 我是不停地哭了兩天 可能大家聽眾覺得 我搞錯 你這麼差勁 但是因為他 那個說話 我突然覺得 原來我是可以做自己的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我 總會有人明白我的 然後我發覺 我所有裡面的那些職願 那些委屈 是隨著我的眼淚 是沒有了 沒有了 很可惜就是 之後我沒有選他做我老闆 沒有選我去做partner 因為那時候我就 選擇了去做土地投資 就miss了這個貴人 但是我永遠都會記得他那一句說話 我永遠都會記得我自己是誰 當有人說我 這樣說我那樣 最多就是聽到八婆 我聽得太多了 由我出道到現在 不停地聽到有人說我是八婆 多謝你們 各位 我知道的 不用再說了 強勢 聽過無限次 我都會記得 Campbell跟我講這番話 很好 起碼都肯定到自己的價值 還有有人認同你那個感受 但是人很有趣 是 為何我們需要 人是需要被了解的 有時候你未必是對 未必是不對 總之就是 我們很需要被人知道我們是誰 是 而 有一次我跟黃山博士說 有些爭辯 然後他說 你怎可以這樣想 Aster 其實我都不會了解我是誰 你怎會希望有人想了解你是誰 如果你都說不清楚你是誰 沒有人會了解你的 但始終在我們內心深處 就是有這件事 就是我們想有人了解 希望被了解 就算不太了解 感受到身邊的人 肯支持 或者肯認同你 起碼都會覺得自己 舒服了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人 是很了解你的 然後你會發覺 嘩 很窩心 很 怎麼說 很舒服 很安慰 有的 同時間也有些害怕的部分 為什麼 害怕的部分是什麼 被人看穿 你太了解我了 如果在工作上 大家認識了一段時間 例如十幾年一早夜 你太了解我會不會的動作 每一個做事的方法和性格 都很危險 對嗎 很容易就突然背部都花光了 因為真的太清楚 所以我有時覺得 仗人很矛盾 對朋友太好 太 close 會不會他做一些事情 所以有時對我來說 以前的我 很多時候都會落閘 不想讓人知道我這麼多事情 這個保護機制是最好的 現在這一段時間 就覺得 都沒有什麼被人騙的 心 又不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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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出來和人交往 對方感覺到是絕對好事 還有更加了解到大家 我覺得都是一個溝通的很好的方法 我講到最後一句 我們又要休息了 我的偶像是Oprah Winfrey 即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名嘴 她也很大件 她說一句說話 她自己相處之道 也是我自己和人的相處之道 她那句很簡單 她說 At first I trust Food stop 四個字而已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首先 我相信 她意思就是說 我和每一個人交往 我第一個策略 都是我相信 因為你一定要這樣 如果你不相信 你怎麼跟別人做朋友 但是她沒有說後面是什麼 那是什麼 之後才算 先走了 對 我覺得這個不錯 At first I trust 我們又來到第二段的尾聲 我們需要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來 好 來到我們第三節 我今天想說的太多 我自己寫了二十項 但剛才我們好像說了 三四個 三四個不要緊 先說了最過癮的 好 接下來我想說一下 我在這個布吉遇到南亞海嘯 我好像沒有說過 我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過 應該回想也沒有說過 其實當 南亞海嘯是2004年 是吧 2005還是2004 2004應該 2004年的10月26日 那天早上 我在鄭布吉的一個叫鳥蛋島的地方 所以我當時是第一生 是在布吉遇到海嘯 你沒有聽過 我真的沒有聽過 那一天 那一年很奇怪 我突然一個人在Joint Tour 就Join了這個 不知道是星神還是康泰 都忘記了 就去了布吉 我們27號機就回香港了 那26號去鳥蛋島 我就一條人在那裡餵魚 其實很多人 因為那裡有三團人 加上200人 那我就在那裡 那領隊見我一條人 他就說 我整包大麵包給你 人人派兩塊 我是整袋 那我就一條人在那裡餵魚 那我就說 很過癮 因為餵魚的魚很漂亮 你知道泰國 水很清 那很多魚在那裡吃 那我就說 很有趣 那突然間 那些魚都走了 突然間 咦? 那些魚都沒有了 他本來很多 因為有很多人在餵魚 那整海都是魚 那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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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麼多 兩吋長 又不咬人 很漂亮 突然間那些魚都沒有了 然後我就聽到 導遊發瘋的在那裡叫 上岸了 上岸了 全部都上岸了 然後我就說 咦?做什麼事? 當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有鯊魚 但之前他說了 這個海灘很安全的 沒有鯊魚的 大人小朋友在那裡游水 你放心 那時候我第一個感覺 因為那些魚都走了 有釋路 那些釋路 那些魚都走了 那我就覺得 那你一定是鯊魚 那我就想 搞錯啊 又說沒有鯊魚 但因為那些水在我大腿位 那我就走回頭 很快 但是他們那種驚慌 即是突然間整個海灘 是很驚惶 那我就覺得 咦?就算有鯊魚 也不用這麼害怕 是不是? 如果你游水有多大條 就打死它 那麼多人 Anyway就跑上岸了 然後導遊 因為我是一個人 通常是一個家庭 他就拔了 李小姐 你快點撿東西 這樣說 但我看到他怕成這樣 就令到我很害怕 原來我打算 我上岸了 有鯊魚 你咬我嗎? 還有那麼多人 你怎麼咬 即是你搏也搏不到 但是整個海灘 就是瘋狂 那些人是亂拍 有些人就不知道你做什麼 不然你管 Anyway我就在那裡收拾東西 我這裏收拾東西 在說 由我坐的沙灘椅 去到海邊 其實是幾十碼 很遠的 很遠的 是突然間 一撒冷 我收拾東西 穿了一雙鞋 拿著我的袋子 之後 海水就已經浸到我的腳 而且你知道沙灘是斜落的 即是說 如果我坐在沙灘的位置 突然有水上來的話 即是你的水位已經高了很多米 我那種害怕 是我說不到給你聽 於是乎 就立即拿著一個袋子 找了一個地方 把袋子鎖起來 就這麼巧有一個地方可以鎖到 鎖頭又不知道為什麼開不到 總之我鎖了進去 我就有穿鞋 很幸運我有穿鞋 拿著手來電話 接著 水已經來到 我很害怕 就走到島的中心最高的地方 有一間餐廳 就站在餐廳的桌子上面 其實那時是害怕到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站在桌子上面 接著我想 其實水來得這麼快 我站在桌子上面也沒有用 很快就浸過來 我就害怕之後 就開始看看島的情況如何 我就發現 原來那裡的人在排隊 因為那裡是三團人 三團人加上200人 差不多 有三團人在排隊上山 因為那些人打算上山臂 就好幸運我們鳥蛋隊有個山 那個山仔是一個小山丘 可能十層八層樓那麼高 它是四面環海的 四面環海的 四面環海的 於是乎 我就看到 排隊上山 那些人不是 我現在再排隊的話 我不是在200個後面 你要浸就浸死了 但我就看到 另外一邊 就有些土著 土著都害怕 土著就在另外一個山的地方 就爬山上去 我就想 我不跟你那些人排隊了 現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當然是不排隊 就跟土著 那土著爬上山 你知道小妹 肥妹一個 還有哪有爬山經驗呢 那個山大概是45度 斜的 45度 還有它是沒有路的 它不是你走山 就是攀石 攀石上 然後我就不要管了 就跟著那幾個土著 在後面 跟著它爬 然後很快 就九要九 就爬上山頂一個很高的地方 我是全沙灘第三個上去的 因為我跟著它 總之你走不了 就是你見到有樹 就拔樹 見到有草就拔草 有大石就拔大石 就是攀石這樣攀上去 就去到上面一個小平原 就是小小地 就站在那裡 然後跟著那個景象 是非常之突然的 就是整個海灘都泡了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整個海灘就是 沙灘石 沙灘傘 很大量的那些 沙灘椅 拖鞋 衣服 那些人的袋子 整個海灘都是 然後跟著 下一個景象 更可怕 就是水回來 就浸了整個沙灘 然後跟著它像什麼 就像是一個大型吸盤 整個海的水 吸回頭 就所有水都沒有了 那個感覺 是很滄涼的 那種恐怖 是說不到給你聽 就是 整個海 海就是海 但是原來 整個海沒有了的時候 變成一個大沙灘 一個濕的沙灘 原先那些石 六米高的石 全部飆出來 變成一個大石 站在那裡 再回來 就是水回來 就走又回來又走 我們在山上 大概兩個小時 就過來兩個小時 我是害怕到 其實不是害怕死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站在山上 一定不會死 因為水沒有可能 去到那個高度 是說不知幾十樓 我們已經爬到很高 就是你看到海灘 就是把傘是一點 我才知道 原來人的求生自治 是這麼強的 就是我一個這樣的肥妹 都可以九秒九爬 爬山爬上山頂 那個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只不過是 因為那個大自然的殺傷力 是這麼大 和是太dramatic 於是乎 幸好我又拿著手機 我就拿著手機 就馬上傳短訊回去 那時候教會 其實香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這麼早知道 那時候是星期日的早上 我記得 就有人回教會 我就說我現在在 這個泰國的 Bouquet的鳥蛋島 我們在目擊這個海嘯 我們爬上山 有百多二百人 我現在非常驚慌 麻煩你們整個教會 跟我們祈禱 我們可以安全回來香港 結果 大概過兩小時 然後導遊說 現在的水似乎 比較淨了 我們現在馬上船 回到岸 岸 因為鳥蛋島是另一個地方 等於我們去到長洲和平洲 然後是不安全的 於是我們馬上乘船回去 其實乘船那段路是很可怕的 因為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水會吸回來 還是會送回來 然後我們上岸的時候 整個布吉 整個地方都是沙 你想像全個香港都是沙 是多令人害怕的 這些地方根本是很遠離沙灘的 都是很多沙 然後去到那個時候 就 終於星期六日 即是二十六日 晚上 是這個boxing day 沒有人說話 整個團都沒有人說話 大家回房睡 沒有人說話 然後二十七日回機場 去到機場 機場是亂七八糟 亂到 不懂得形容 有人在那裡說笑 有人在那裡散布 一些警方的訊息 有人很害怕 我就很害怕那個 整個機場也是沙灘 即是很多沙 總之周圍都是沙的 那時候 然後就回到香港 就很幸運 我們也算很幸運 那時候亂到機場 就是 這裡所有飛機都是回香港的 第二 這一部飛機都是回香港 你們見飛機就上了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 OK 那導遊就很緊張 總之我們一團 一定要在一起 我們那團可能三四十人 我們一定在一起 但是那時候就已經是 如果那些人不是去跟團 那些就已經是 有機你上吧 你上這輛 是已經不再畫位了 沒有這些東西了 回到香港 我是第一個出機場 第一個出機場 第一個接受訪問 第一架飛機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警長 都未驚完 但是香港那些旅行團 是很好的 香港旅行團 是 後來他們做了一些 心理輔導 就讓我們那些 香港人 在一起 然後就做輔導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很害怕的東西 然後這件事 令到我對人生 又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原來生命在這一刻 那時候我是在餵魚 其實如果不聰明的話 是你下一刻已經浸死了 因為那些水是快到 而事實上當時是有一個人不見了 因為那時候在沙灘 我記得有一個男人去了潛水 不見了 那太太和我兩個女兒 在沙灘死守 就要等她老公回來 那些人已經說 你不要等了太太 走吧 因為你不知道那些水什麼時候回來 你不知道你老公去哪裡 你先回去 那女人不肯走 就帶著那兩個女兒 周圍問那些人 你們都不要走 你陪我找我老公 你幫我找我老公 那些人說怎麼幫你找呢 那海發生了那麼多事 肯定就捲走了 肯定是捲走了 因為如果你在潛水 它在岸上打鐘 和你潛了下水之後 你聽不到鐘聲 那女人不肯走 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找回的機會是非常小的 是啊 然後回到香港 很大的感受 我後來才知道有多嚴重 看新聞 那天只不過是開始 然後慢慢地整個南亞區 逐個地方是浸 然後海嘯的威力是死了 最後幾個人死了 不記得了 但很誇張 很誇張的 很多人死了很多人 我覺得有幸 是我可以目睹這件事的發生 而是我可以安全地回到香港 其實我媽媽不知道 那你現在怕不怕她知道 現在那麼久就不要緊 第一就是幸運 那一天 好像沒有告訴我媽媽去哪 我媽媽以為我去新加坡公幹 所以我回來之後 我媽媽也不知道 原來我去了布吉 我媽媽也不知道 我去了布吉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所以這件事 如果我媽媽現在聽到的話 我媽媽不要生氣 因為我媽媽如果知道的話 肯定會嚇死你 那我媽媽不知道 那你在這件事裡面 學習到什麼 你說回到香港之後 我覺得都是聆聽內在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很有趣的 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報名 那我就聽到那把聲音跟我說 就是你去一些下雪的地方 你去一些下雪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把聲音跟我說 叫我去下雪的地方 是人去旅行 還是冬天的話 當然是去熱的地方 因為我又不會滑雪 我不會去韓國的 而且冷的地方 沒有什麼玩的 你除了滑雪 對 但是那把聲音說了很多次 你去下雪的地方 你去冷的地方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後來我就想 當然去一些熱的地方 不太冷 熱的地方可以 你知道 又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那後來我回想 就是整件事很奇怪 但是我沒有聽到 我的內在聲音說 我選了布吉 是的 那也給我很大的感覺 就是整件事 都是有人保護的 嗯 是的 始終是有驚無險的 嗯 也都是 我發覺生命是非常脆弱的 嗯 也是 聽你這麼說 如果剛才你不選擇 跟著土著走上去的話 可能是排二百最後那個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捲走 那我們是沒有人捲走 但是我就會發覺 原來 我反而會覺得 這件事讓我看到 原來我是很強的一個人 我想是每一個人都是 當你要生存的時候 原來是可以很強 我真的沒有想過自己九秒九可以爬上山頂 嗯 求生本能 求生本能是很強的 原來 你又爬山也不懂 攀石也不懂 哪有懂 這些一般都沒有人懂 可能一分鐘爬不上去 可能跌下來 我是跟著土著爬的 我看他怎樣爬 我就怎樣爬 還有他怎樣走 你踩哪一塊石 拿著哪一塊樹 就跟著 這樣就保護自己的命 幸好 就是後來他的水 我都覺得我們那個島是很蒙福的 就是很幸運的 因為那些水走了之後 你想想二百人 還要慢慢爬上山 但是我們再爬上山的時候 全部上山的水才來 就是說沒有人被衝走 嗯 挺好的 可能有些在沙灘那些 那些是完全 好像你說 在水裏游水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是啊 起碼就走了 不見了一個 有多少人 因為其他大部分都是跟團的 那些人都齊起來 嗯 是啊 不過我也覺得Esther 你在一些危急的時候 都會保持冷靜的事情 譬如說你上去桌子 然後可能真的發瘋 都沒有你周圍的環境 那你會看看周圍的環境 然後你會再看看 那些別人在排隊上山 你會另外留意到有肚子 如果一個人不夠冷靜 在那裡發瘋 自己嚇自己 那已經 變了會是 所謂自救的事情 都會比較差 我覺得 是啊 這可能跟你包含兒子性格 會不會 不知道 只是不想死 不想死 都可以找到一個 我不排隊 可以排第三個 上山上山 好了 這個經驗說完了 還有很多事情要說 說哪件事好呢 說一下 不如見到一個曹居士 有一個人叫曹居士 其中一個高人 曹居士很厲害 曹居士是我二十年前見到他 我二十年前見到他 他已經一百零三歲了 嗯 哇 是啊 然後六年後我又再見到他一次 然後他已經一百零九歲了 曹居士很有趣 我看他的長的照片 他有四任老婆 是 因為他太長命了 是 他去到一百零九歲 他老婆都死了幾個 他不是一夫幾妻 他老婆死了 就娶了幾個 於是他最後的老婆 都五十幾六十歲 當然 他都一百零九歲 你沒辦法娶了三十多歲 是吧 Anyway 他很有趣 我看他的長相片 他就是 那個年代 孫中山、蔣介石那一類的人 是他的後輩 就是他就是 你這個就是誰 這個就是誰 我問 你的年紀比他們這麼多 他說我今年一百零三 我一百零九 我是他們的前輩 就是他行軍的時候 他說的東西很有趣 因為當時我們是慕名去見他 因為文說他很靚 大家都會想 希望見到那些高人 那些高人指你 點你兩度 我們就慕名去見他 他就說 我不是上士 我不會看上 不過我真的做人做得太久 我做人做得太久 於是我不單止見到你小時候 你發生過什麼事 我還見到你前世發生過什麼事 我只是因為年紀太大 我見到很多東西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 問就問 於是吵幾時就很有趣 我們一群女人 那時候都很年輕 在說十幾二十年前 他很有趣 他說 他跟我說的 他說 哈哈 他說你 很多年紀都是男人 你都對到今世 你都不知道自己不是男人 還以為自己是男人 你今世是女人 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 很有趣 然後他說 嗯 他說 Esther 你這個人 真是不錯 有情有義 很多朋友 很多人 很多人對我好 他一個情字 就玩死你了 哈哈 然後我的眼淚 就不斷飆出來 其實那個時候 都很多情傷 年輕的很多 愛情故事 然後他說 一個情字就玩死你了 他說 不過這麼說 你要捱的東西都受過了 所有的靶都受過了 所有的靶都受過了 下次再有人跟你說 追李盛盛 你就砍頭第一句 你肯不結婚的 嗯 哈哈 你肯不結婚的 如果不肯的話 你就不要搞我了 這樣 那你就很快會嫁 這樣 然後 又發生了很多事 六年之後 很有趣 我就認識了一個 美國的男朋友 在香港做大學教授 他兩個很相似的 真的 曹居士和我這個男朋友很相似的 Anyway 我們去探望他 我男朋友對他很有興趣 因為你很少認識一個人 在109歲就懂得說英文 嗯 OK 過年就認識一個英文很厲害 當然厲害 因為他在London 不知道什麼 college of什麼 在讀書的 所以他的英文很有趣 他的英文是不廣東話的 他說 Can I have your address 就是從英國口音的 所以他跟我男朋友 聊得很開心 他說 You are professor Oh I respect professor 即是你是教授 我很尊重教授 他們兩個說了很多 然後他就說 你兩個怎麼認識的 然後我說 我們剛來香港就認識了 我們就不好意思 告訴他 我們在什麼地方認識 你知道 年輕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他就在那裡笑 哈哈哈哈 他說 你們剛好認識 你們認識了很多小子 他說 哪有這麼巧 他來到香港就找你 你們無緣無故遇上 然後我就 我說 你們認識了很久 他來香港找你 這是你的靈魂協定 後來很有趣 我這個男朋友 我們拍了很短日子 拍了三個月 半年左右 就散了 為什麼會散呢 就是太悶了 為什麼會太悶呢 就是因為 好有趣的 我們兩個好像老夫老妻 認識了三十年 他做些什麼 我也知道 我做些什麼 他就認識了 曹居士說的 就是 你們很多年 很多小的緣分 今世再來 他剛剛認識 為什麼剛剛認識 沒有激情 沒有浪漫 一來就是老夫老妻的感覺 是啊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人 有沒有遇過這種人 我想都有的 有時候對著拍拖 是有些很好聊的 拍兩三年都是很開心的 很多話題 可能有些拍過 半年一年就應該覺得 很懂得你想什麼 你又想到我什麼 完全 動一動眼眉 他都知道我想什麼 根本就 很悶 很悶 但又很舒服 覺得好像 我不用表達這麼多事情 你都知道 在男的角度 純粹我感受 舒服的 在女的角度 覺得很悶 沒有什麼激情 沒有什麼拍拖 沒有什麼浪漫 好像老夫老妻 你說是男的 你覺得OK的 純粹我本人來說 我覺得OK的 OK的 很熟悉 不需要在那裡 鼓鼓共 不需要摸 在女的角度 可能會覺得 沒有什麼激情 沒有什麼浪漫 好像老夫老妻 看看自己用什麼心態 這是我感受 OK 好了 又繼續 又講一下我另外一個貴人 就是 Digie 有沒有話想說 沒有 我聽你講 已經很投入 可以 好 另外 可能聽眾也聽過 我講過 我對於宗教 都會怎麼說 我以前對宗教很抗拒 抗拒得很厲害 我有一個靈修老師 叫Joyce Hovers Joyce Hovers Joyce 我是1992年認識她 另外有一位老師 叫Linda Curry 也是美國人 她們兩個很厲害 她們怎麼厲害呢 我最後見她的時候 她已經74歲了 我十年前見她74歲 之後她已經有病了 不再做老師這行 即是靈修這件事 她當時 她三十幾歲就開始這樣 就是怎樣 每晚三點半起床 三點半起床 凌晨 知道 三點半起床 然後做什麼呢 就冥想 然後她就靜了 聽聽天使跟她有什麼話說 於是她就是這樣 說三十幾歲至七十幾歲 即是四十年 然後三十幾歲 然後到四五點鐘的時候 就會開始擦牙洗臉 換衣服 每一天六點鐘 她就會回到學校 那時候我在學校 即是在美國那間學校 幫她打掃 即是寄宿學生 她很有趣 有一次 她們講起宗教一點 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對宗教的情意結 就是我這兩個老師 她經常說 宇宙宇宙 她說我們會講神 如果你覺得神不合聽 你就把那個字給予宇宙 所以我被她洗了很多腦 就是宇宙就是神 神就是宇宙 有一天她就講起宗教 我當時跟她講 是九八年 九八年 就是那一年 我就說我對宗教非常之抗拒 抗拒得不得了 她說為什麼你會這麼抗拒 其實宗教也沒有什麼 你都回到教會 你都回不回 我們都沒有回 但是我很抗拒 然後在一個冥想的時候 他們都靜了 我兩個老師都靜了 我們就在那裡 她說不如這樣 我們幫你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麼抗拒宗教 我說這樣也有得問 有得問嗎 打電話給她 很有趣 無論如何 她就問一下 大家整個都靜了 大概有十個八個人上課 她都靜了 突然間我兩個老師一起說話 她說 啊哈 We know why 是同時的 他們說 We know why 我說為什麼 她說 她說耶穌死的時候你在這裏 耶穌死的時候你在這裏 你變了個角色 2000年的時候 我說我什麼角色 她說你是那些猶太的女人 一個跟從者 就是耶穌的跟從者 其中之一 她說 她兩個一起見到我 坐在地上 看著耶穌死的那一幕 她說 你當時很害怕 我 我當時很害怕 她說看著耶穌被人 吊上十字架 然後被人虐待 然後最後死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有沒有搞錯 一個這樣的當代的偉人 一個這樣的人 他又醫人 不是禮財 又不是什麼 為什麼都會死呢 還有就算你們想她死的話 要不需要搞到這麼殘忍呢 而當時我是作為一個 耶穌的跟隨者 我是完全看到 這樣 這麼 的一幕 然後我當時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這些宗教 真的不要 這些宗教是非常感感感感感 我有些鑄腳 然後我就對宗教非常抗拒 然後去到很多年之後 我們其中一集的嘉賓叫Kryon 你們應該都沒有聽過 Kryon Kryon 我跟他有一次做一個reading Kryon 又很有趣 又講到基督教的東西 我又忘記了老師說什麼 我就說 不知為什麼我對基督教 或者對宗教這件事 都是很大的抗拒 等等 然後Kryon 很有趣 Kryon說 其實你很多世都在宗教裏面 都入宗教裏面 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很喜歡進去 他說很多世都進去宗教裏面 食盡斧頭 食盡斧頭 他形容那句是食盡斧頭 他說所以你今世又回去又是這樣 但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你不用在裏面留存 你不用在裏面很久 你不適合就出來 這樣 於是這件事令我想起Joyce說的話 所以之後 或者現在 我想我對宗教 我不知道Roger你原來是無神論者 是啊 沒有的 我不知道我有些事情想問你 反過來 為什麼會是無神論者 你從小到大沒有別人影響過你 或者是你信過觀音 如來佛祖 黃大仙 耶穌 你完全沒有接觸過任何這些事情 有 譬如我小時候我媽去觀音廟 寫了我的名字在觀音的拆 即是做契仔 還是不知道什麼 我不會 我從來都不知道 對著一個這樣的東西 對著你拜有什麼感覺 又不會覺得幫到我什麼 我去過教堂和同學去過 我睡著去教 很悶 不知道你說什麼 即是你中西宗教都沒有興趣 我完全感覺不到能量 即是老實說 我也是DP人 這個是我感受 宇宙的靈極限 我是接受宇宙大愛的祝福 我從來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是完全感受不到能量 即是你說 我接受宇宙大愛的祝福 這句話你都沒有感覺 我有做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感受不到 你可能說 請原諒我 多謝你 那四句 零極限 我知道很多DP的同學 很有感覺 可能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點也沒有 就算我很不舒服 按著某一個位 有些同學是得到釋放 我按著不舒服的位 我完全是痛的 但你小時候經歷了什麼 有什麼令到你對於宗教 對於神 完全沒有感覺 可能這樣說 我覺得 因為這個宇宙很有趣 我們的世界 95%的人 都相信某個空間 或者某種神 有5%就是你這種 無神論者 假設 你有事的時候 你求誰 你好奇 有時可能病 有病的看醫生 有病的看醫生 廣告也有教 是不是 有病的看醫生 你有困境的時候 你求誰 自保 自求 自求多福 有時會不開心 或者想辦法處理 再不然就 都會過走 不好的事 不會永遠跟著我 有得他慢慢過 是不開心的 那時候未上DP 不開心發脾氣 發洩 發洩完就算 或者一直不開心下去 但是我不會對耶穌說 我想你幫我 媽媽告解那些 我沒有興趣 還有可能我小時候 我媽媽是拜神的 我很討厭的 煙霧瀰漫 眼睛又傑 鼻子又不舒服 我完全覺得 你有宵夜嗎 當然有 老人家一定做足所有的事 我都好像火燭一樣 那一刻很悶 又不知道你拜完之後 有什麼幫助 有什麼得著 有什麼事情 我又完全感受不到 所以我覺得 在我的角度 沒有的 還有我對鬼神的人 覺得 是不是人死了 就會去你一個地方 我想你在香港 無論是其他網台 有些鬼故 或者鬼的電影 我想很多人都會說 會相信有鬼 或者見過鬼 但是你是完全 我完全不覺得有 就算我真的 譬如你一個很親密的人跟你說 我剛才在哪裏見到這些東西 嚇死我了 我以前很久以前的 前女朋友 當時我買了一間屋 在油馬地 果欄附近 原來以前 你知道油馬地 或者我們現在旺角這裡 以前是亂撞崗 是嗎 是的 就算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花嵐開電台這個位置 以前也是亂撞崗 這裏是填海出來的 以前有很多軍人 被人殺了 在亂撞崗 那時候我買了一層樓 十二樓 向海 望向澳海城 那一次我公司做春明 我就說我回去春明 我留下我女朋友在家 她自己去玩 她不是在這裡住的 我打算過來 棄一下 或者放假 好吧 你在家看電視 自己煮食吧 這是新樓 蓋好了 剛好半年 搞日火 我女朋友突然說 不如我自己看電視 只有一個人 我沒有養寵物 沒有養 為什麼廚房 在廚房 她走進去看廚房 嚇到她 她看到廚房 有一個小朋友 拉著媽媽的衣服 媽媽在煮食 我的天啊 她看到一個人 兩個人都是白色衣服 半透明的 然後她看著 那個女人是轉頭看著她 她嚇到她 立即關上房門 那時候手提電話 也沒有 1991年 1992年 我手提電話 她又怕在房間裡 沒有電話打電話 我吃完春明 十二點 一點回來 嚇死了 然後我開門 然後我問 為什麼沒有人呢 然後我敲門 然後她都哭了 我說我看到有什麼 我說不是吧 然後我又不怕 我走進去看 沒有 然後東西放得很整齊 她又怕到以後都不敢上來 但我晚上在睡覺 我自己住 我是熄燈睡覺 我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自己心裡會覺得 我又沒有做虧心事 你真的要去廚房煮食 你就煮吧 煮完不關你放好些東西 你不要 扔亂我的筋手尾 但我想你女朋友 是不是看到你那個時空的東西 她不應該是看到 對 但為什麼會看到 就奇怪了 因為你那時候她還是不太晚 不太晚 她說不知道 十點多鐘 十點多鐘 天黑 對她來說沒有什麼分別 可能她說她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她經常看到 對她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但我真的看不到 即她還要轉眼看她 即她知道她存在 是的 她經常看到 以前她住在黃竹坑的公屋 那些村子 也是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但我真的一次都看不到 那我就覺得 在我心裡從來都沒有這些東西 這是我心態 那你怎樣看她 即她們的人說看到 那你怎樣看 我身邊的朋友看到 我會說 你真是不幸 你的左眼還是右眼看到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很開心 我沒有的 我的朋友在卡拉OK 看到有一隻東西坐在旁邊 Oh my goodness 那我又坐在一起 但我真的看不到那張椅子 原來有個女生坐在那裡 聽我們的卡拉OK 我聽過這類似的東西 但我真的看到那些朋友的臉都青了 一兩個看到 所以她們看到 但我看到不到 即是我時分高 那我覺得 OK 你看到就管 我看到不到 我幸運 所以到現在我也不相信 那他們真的看到 你覺得是怎樣 他們是幻象 或者你是 我這樣說 我覺得在他們生命裡 真的看到有這件事 我猜可能是幻象 總之在你的世界上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就算你真的 我舉例 真的在我旁邊 現在搭著我的假設 看著我 我看不到 我管得你 我又沒有搞過你 你又不要害我 我就OK了 所以我從來都是無神論者 OK 因為我的部分 我想我們可能要第四節 阿日我們停一停 OK OK 好了 我們都說了三個半小時 我們都是時候說總結 但我也做了很多故事還未說 我們來聊聊天 好 好 好 很有趣的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聲音 譬如無論是天使說話 聖靈我沒有聽過 聖靈我聽過一次 某次在教會 突然聽到聖靈跟我說話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我突然很激動 我就說 對 你是佛教的 我是基督教底 你是無神論者 對 我們代表了三個 代表了三個界別 今天說一說一說 無緣無故變成宗教 說了鬼神的事情 OK 有一次我聽到聖靈說話 我就整個跪下了 而且那個感覺好像被雷劈 這個經驗可以說 很有趣 非常有趣 有一次 我唯一一次聽到聖靈說話 我跟聖靈說 很感動 因為裡面充滿了力量 我就說 你想我幫你做什麼 我可以放下我世間所有的俗務 幫你去傳教 聖靈跟我說 你不要開玩笑 我不需要你幫我傳教 然後我說 你想我怎樣 你說 我願意放下我一生所有的東西 跟你的 他說 如果你是說真的話 你回去跟你老闆說 當時我在賣地 另外一間公司 賣香港地 你回去跟你老闆說 你說 老闆你給我一個位置坐 給他的位置坐 OK 他說老闆你給我一個位置坐 你坐到收錢就可以了 你給我坐 他說因為神要收回他做別的東西 我說 你收回我老闆做別的東西 就是他要死 他說不是要死 要他做別的東西 你跟他說 叫他給你一個位置坐 嗯嗯嗯嗯 但是 接著我說 哦 接著過了 但是我整個人跪下了 趴在那裡 然後整個人都哭到 那個經歷是很厲害的 我想如果大家 有些是回到基督教會 你知道有些事情發生 我第一次 我唯一一次聽到聖靈說話 還有他說話的權威是很強的 就是跟天使不同 天使就是 你睡吧 你為什麼不睡 你還不睡 你現在很晚睡 就是這樣 聖靈不是的 你不能搏嘴 好了 第二天 但是因為那個感覺太強了 我第二天就跟老闆說 我就跟同事說 昨天我收到聖靈的訊息 叫我回去跟老闆說 叫他給我位置坐 我同事說你瘋了 你想也不要想 你說也不要說 發神經 你叫老闆給位置坐 我說不是的 真的很強 我一定要說 你千萬不要說 麻煩你當幫幫忙 然後我見到老闆 當然第一時間跟他說 我就說 昨天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聖靈跟我說 叫你給我位置坐 然後他怎樣 笑笑笑笑 不是 他就看著我呆了 我正想是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聽到聖靈跟你說 叫我給你位置坐 他說 是 聖靈跟我說 叫你給我位置坐 還有 叫你坐下收錢就可以了 你不用你公司的行證 你給我搞 然後他就立即叫我老婆出來 他說 哪個哪個 不免得說他的名字 什麼什麼 快點出來 然後他老婆出來 他說什麼事 他說 他說 Ester跟我說 叫我給她位置坐 他說 聖靈叫她給我位置坐 這樣說 然後他老婆看著我 又是兩公婆呆了 然後他說 昨天我們在教會 聽到聖靈跟我說 叫我給你位置坐 嗯 嗯 那後來有沒有給你坐 沒有 笑笑笑 結果他跟公司倒閉了 笑笑 那幸運 不不 如果他給我坐 可能不是這樣 有趣的那樣東西 原來同一時間 其實我打算死定了 即是我覺得 你說不相信 我又不是不相信 我相信 因為當時那個感覺太強 覺得他被雷劈 劈完之後 你會發現 那個是絕對真理 所以我很大膽地反過來跟他說 事實上 不是 我甚至是求證 因為我知道絕對是真的 OK 當然我隔壁的人不是這樣想 覺得我瘋了 但我真的沒有想過 那樣東西是這麼絕 就是我老闆跟我說 我們昨天聽到同一個訊息 就是神跟我說 叫我給我一個位置給你坐 嗯 即他們兩個都是信教的 是的 我們三個都信教 即是同一個信教 其實四個都信教 但大家都呆了 你眼望我眼 大家都呆了 即是 包括剛才我的同事 都是呆了 他就說 他沒有想到結果是這樣 最多老闆 如果老闆是真的信教 他就說 我這樣嗎 好 我想一想 如果不信教 就是神經病 立即炒你 立即炒你 你想坐的位置 都不是那麼明目張膽 是的 是的 但你猜不到 他是聽到 他兩夫妻說 我們昨天聽到 完全一樣的訊息 但他沒有選擇 他沒有選擇 因為他不捨得 他不捨得 其實是權 他做錯了很多決定 所以後來我另一位同事 就自己出來搞 他自己出來搞 他叫我幫忙 我當時沒有聽他說 因為我覺得 你不要玩 土地投資公司這麼大的生意 我們幾個人怎麼搞 結果他的公司現在上市了 另外一個女士 這是一個神跡 中午程度 就是拿著一個希望 就是想養老家 結果自己開了一間土地投資公司 然後現在上市了 已經退休了 三年才退休了 可能四年了 有機會找他上來做節目訪問也好 總結一下 我覺得 其實我今天能夠講的例子 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這裡寫了 你看到我寫了十幾二十個 但講得來其實都 兩個小時是一個分鐘 不講那麼多 但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當然除了我很多人生經歷 還有我發覺每一次遇到一個貴人 無論是周華山博士 無論是我以前的靈修導師 Joyce Hophers 無論是曹居士 又或者阿柏柏 阿柏柏我都提過一下 有一次我又有些人生低潮 有位仁兄叫阿柏柏 阿柏柏 阿柏柏上來 阿柏柏 我記得拍了一集 不知道有沒有出街 無論如何 不要緊 我有一次很不開心 他坐我旁邊 他就 我介紹一本書給你看 就是這個向宇宙霞訂單 我當時一看 我就有這麼淺的一本書 沒什麼興趣 因為我教了這個吸引力法則 Anyway 我當時覺得感覺很差 我就跟阿柏柏說 阿柏柏 其實過去那二十年來 我是不斷地進修 不斷地去個人成長 靈性成長 我二十年了 但二十年之後的今天 我覺得我仍然是完步跑 沒有進步過 沒有學到東西 其實當時的心情很噁鎖 所以才會說這些話 怎麼會沒有進步呢 當然是有 但當時感覺是這樣 我就覺得很沒心機 還在哭哭哭 然後他說 阿柏 那為什麼不介意 其實收了二十年 很短的 有些人收了二十世 什麼都沒有學到 都是這樣 你聽我之後有什麼感覺 有點無奈 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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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認同的 可能有些人到六七十歲 都還未開竅 可能就已經 都要離開這個世上 都還未學懂一些東西 要等到下一輩 都感覺上幾點唏噓無奈 對 但我當時聽到 反而有種解脫的感覺 我經常會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看我身邊的人 這個人又不信教 這個人又不靈修 這個人又不多進步 就是不多個人成長 為什麼人家這麼成功呢 為什麼人家生活這麼輕散 我覺得心裡面會有苦劫 我覺得為什麼我這麼勤力也不行呢 反而阿柏和我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我以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我不知道人家做了多少事情 到底人家前世今生他做了多少事情 我鬼知道 第二就是人家父母 就是人家早前有多少福音給他 你又不知道 我可以計算 第三就是 其實真的有些課題很難學的 其中一種課題就是 男士希望被女士清雷 被女士去外務 原來這個課題很難學的 你說是男還是女 男啊 可不可以具體一點點 即是男人都喜歡被女人喜歡的 讚賞 讚賞 欣賞 很多女人圍著你 對於女士的外務 這個課題很難學的 是的 是嗎 因為我們不是男人 所以今世不是男人 所以不太知道 我想 基本上男性都很希望女性 有這個部分 即是美女圍著你 覺得你很正 很純 很純 是嗎 我想用魅力 魅力 可能是 因為男生有時候 我覺得 在我角度 是不是英俊叫做 但我覺得你已經少一點了 少什麼 即你在男士當中算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是甚麼 少一點希望被女性愛務 被女性追逐 我又不需要的部分 我覺得很 他很自衷 我反而覺得 可能我做的事 他能夠欣賞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棒 我說你比較少 希望有很多女人圍著你 我不想 是的 但有很多人喜歡 不同的人欣賞會比較好 如果只是一群女性 剛才你說的部分 會很混亂 可能對男性來說 可能會有一些飄飄然 會不會搞得很複雜 或者可能自己處理不到 這種課題是難學的 對於你來說 其實已經學了 你不需要在女人圈打滾 然後有很多女人羨慕你 愛慕你 追求你 我又奇怪 我真的不知為何 我整天都在兩圈打滾 但你沒有這些事 我沒有這些 就算現在我在學校 課堂裏面 每次分組 你應該只有我一個男 全部都是女 有些組別是兩男 三女 我最不知為何 我永遠都圍在女人堆 那一圈有女人多呢 一來我知道 女性比男性多了 也可以選擇多一個男性 我每次都對著女性 而且我發覺很奇怪 我好像對著年輕女 我每次都跟上年多的女性 比較求契 我剛才吃飯的時候問你 其實你跟女人 和你媽媽有沒有問題 那你說沒有 有 我都有的 對家人一定有問題 但對外面的 譬如一些長輩 我是很求契 很好談的 我真的會聽她說 但家裡的人永遠都不知說什麼都聽不入意 這個可能就是你的人生課題 這個我絕對要認同 我需要學習的部分 我們差了很遠 反正回頭 其實阿帕帕說的事情 反而我覺得安樂了 就是不要逼自己太緊 經常覺得自己聆收了多久就很厲害 所以你就會沒有煩惱 其實二十年的修煉是很短的 就算她很好笑 她說二百年也是這樣說 何況是二十年 你不用這麼要求高 然後我就說 OK 明白 你說完之後 我都要想一想 因為我覺得 人生只有幾十年 要你說二十年都 還未看得通 後面的時間 需要多些想一想 對嗎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其實只想過半小時 過了一點 其實今天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透過我自己的經驗 人生經驗 遇到很多我們的守護天使 人間天使 還有很多時候遇到一個特別的人 跟我們講一個特別的話 就可以改變我們一生 所以我都會是 其實現在我做培訓 或者是跟其他人說 其實反過來我們說的一句說話 或者我們對一個人做的善行 亦都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就像Roger你 現在你做教練 對 你們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幾件事很有趣 以前學完 我也是我自己的教練 對 可能我以前也不會怎麼聽別人的意見 比較自把自為 真的發覺 當有挫敗 放下了 聽到另一個無私奉獻的人 即教練 去給予很多意見 支持 我發現原來對方的身體力行 或者是一句支持 是有很大的能量 到現在我真的又做教練 我又很想 別人支持我當初的部分 我又想去支持現在的學員 有個好處就是 我能夠支持他 我自己都能夠找到能量 亦都能夠看到自己 有更加進步的空間 還有真的 自己好像內在裡面的力量 有更多 不會再覺得自己好像一無是處 只得賺錢 工作 沒有其他事情 現在覺得做這件事也不錯 在心靈上有些腐足 這件事是我現在最開心的部分 我想幫人也很重要 那就多謝華山博士 其實我之前不喜歡做義工 我也是 沒有錢 還有這個世界上也沒有免費午餐 什麼都這麼貴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自己賺回來 無論是讀書 無論是工作 都很辛苦經營地賺回來 為什麼要幫你 為什麼要捐錢 為什麼要做義工 但其實真的多謝華山 是令我改變這個想法 而是透過貢獻 有時候是透過貢獻 找到自己是誰 沒錯 我有一個朋友 你剛才說的事情 令我想起另一個例子 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銀行家 還是律師 兩個身份令他很顯赤 他臨結婚之前 一個月 有一天 其實他的婚紗也買了 他把婚紗掛在牆上 預備來結婚 有一天下午 他突然早了回家 早了回家之後 一開門 發現他的未婚夫 跟一個女人在搞事 他生氣得 因為 不知道生氣得很厲害 他生氣得 他生氣得 進廚房拿剪刀 把他們的衣服全部剪爛 剪爛之後 然後就棒打鴛鴦 把他們趕出 因為他就發瘋了 他完全沒有想到 一個月前捉姦在床 未來的老公 竟然會這樣 於是把他們兩個趕出房子 你可以想像 他們是沒有穿衣服的 趕出房子 然後那個男人 就馬上不管那個女人 就自己找一些樹葉 包著報紙 就馬上找一個地方 躲起來 但是那個女人 就在外面 完全沒有穿衣服 是發瘋的 要他開門 因為他沒有穿衣服 他去哪裡 然後這個女人 你進來 要麼你被我殺了 他生氣得已經很忙 要麼你進來 他拿著一把刀 他說你快點離開房子 要麼我殺了你們 然後那兩個女人 就走出門 然後他就鎖門 然後那個 搞人家那個 未婚夫的女人 就在那裡發瘋 不斷扮門 那些叫什麼 就是要他開門 那件事情過了之後 然後不久 他的未婚夫 就宣告 當然跟他解除婚約 他就嫁不醒 但是最慘之後 另外 不是很久 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的丈夫 男朋友 就宣告又結婚 OK 但是這次結婚 就是他在麥當勞街角 轉彎街角 麥當勞收銀的18歲 那個女生 OK 這麼有趣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其實他這個丈夫 挺差勁 於是 他的朋友打給他 有些事想告訴你 我不想你全城 最後知道那個人 就是你的所謂未婚夫 他下個月結婚 他是會跟麥當勞那個 18歲的收銀結婚 然後那個女朋友 是生氣得爆炸 簡直是 有沒有搞錯 我身為一個銀行家 一個律師 一個銀行家 你跟我解除婚約之後 你找個18歲的小妹結婚 你不是 於是他就進入了這個 深度抑鬱 就不出街 經常哭 工作又回不了 他的媽媽很擔心他 是 後來我問他 我們怎樣康復 他去了很多那些 什麼AA會 那些治療會 總之做到的事都做到 都幫不了 是 他經常打算死 沒有了價值 直到有一天 他有個朋友 有些相同的經驗 於是他就主動去開導他 他說 其實我也有這些經驗 就安慰他 在安慰他的途中 他就發現 原來這個女朋友 就比他更慘 不知道他很多倍 透過幫他這個經驗 他自己康復 他自己康復 所以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 將他整個故事 都告訴我 我說 如果你給我 我可能受不了 這麼大的打擊 所以 所以今集 是第一集 《Remembering Your Spirit》 我希望用我的經驗 和各位聽眾分享 另外有些 譬如我遇到天使 見過兩次天使 因為在第二集說過 我免得再重複 我想我比較幸運 就是見到很多奇怪的東西 又認識到很多奇怪的人 這就是一部分 遇到曹居士 或者遇到其中一集 張天使 或者很多奇人 你講了很多資料給我聽 但是 去到尾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依然相信 思想製造這個實相 思想創造實相 即是我們相信什麼 我們是誰 因為有時我都會問自己 為何我這麼有趣 我有這麼多這些經驗 為何我認識到這麼多特別的人 有這麼多的靈性經驗 為何會有天使跟我說話 經常都會聽到他們的東西 為何他們會選擇我呢 然後到底我相信什麼呢 然後我自己發現 其實去到尾 我依然是相信 我們自己是誰 思想是真的創造我們的實相 即是命運其實始終都在我們手上 是 我認同 Digget呢 我覺得 你說信神論那些 我也相信有神 但其實 你相信有神 但不是等於你 都放在這裡不用做 或者什麼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是要靠自己去努力 或者真的 你自己想要求什麼 都要自己知道 我覺得 還有去到今時今日 我很相信自己的感覺 特別是 我發覺很多時候 譬如說 那些天使跟我說話 我不相信 我可能在想 有哪次是壞了 也有的 應該都有 有時候他們說 譬如我剛才跟舊老闆的情況 他說你坐你老闆的位置 因為我當時的老闆 其實心術是很不正 但是他的人始終都是有好的一道 其實他如果當時想交的位置出來 公司的命運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做行政會比他好很多 他只是從旁做顧問 其實公司是可以生存到 很多時候譬如說 我會聽到我內在聲音說一件事 然後我不聽 又或者有些時候 有些東西很強的 有時小到 譬如有人叫我去一個飯局 或者有人叫我去某一個地方 我的心眼是不想去 然後跟著我說服我自己 算了 給個面子人 人家始終都叫了你這麼多次 還有人家對你有恩 你去吧 或者跟某些人partner partnership也是 其實很多時候我知道 是不work的partnership 然後跟著又 算了 說了 照去 做吧 難道你現在才跟別人說不做嗎 事實上是應該馬上說的 我想我有些事情搞錯了 或者我現在不太準備好 不如我們先不要合拍 那就會避免了很多的麻煩 還有很多時候 總之我每一次 如果我不聽自己的內在聲音 或者我不聽天使跟我說話 都是逆招的 所以不敢 好像南亞那次 你沒有聽到 南亞也是 我也奇怪 為什麼你叫我去 落雪的地方 說了很多次 你去落雪的地方 你去落雪 但我拼他 冬天 怎麼來落雪的地方 但很有趣 天使的聲音是很溫柔的 他不會說 你不去你死定了 唯有你一定要去 唯有他在那邊保護你 很好的 我的經驗 這集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聊聊聊天 開始我們 Remembering your spirit Roger 跟我們錄了另外一集 之前 其實他錄了之前 但我覺得這一集 我要我自己說 我覺得不知有這個需要 所以遲些大家又會聽到 Roger的聲音 好 謝謝你 雖然你第一次出門 但其實你是第二次錄音 對呀 倒轉了 Roger有什麼感覺 對我來說 很大的經驗 什麼叫很大的經驗 可以說來聽聽 因為我真的沒有試過 做錄音 開頭是挺怯的感覺 是不是好像我說 頭五分鐘很害怕 然後也沒有什麼 對呀 然後害怕完之後 就好像大家一起聊天 還有從中聽你們兩個的分享 真的有很多的資訊給我 內在有些翻騰的感覺 一個很好的經驗給我 Digit說 我只是坐在那裡做旁聽 我說其實有幾個角色 有一個叫嘉賓主持 今天沒有嘉賓 今天有嘉賓主持 今天有一個叫旁聽 他說我做旁聽 我第一時間坐在那裡 沒有什麼做 他說可以了我做旁聽 那好吧 你久不久插兩嘴吧 哈哈 所以兩嘴都不太出聲 現在還怕不怕 你也挺自然 多謝你 OK Roger呢 我啊 上次錄音頭五分鐘是害怕的 又真的沒有去過這些地方錄音 經過上次 今次會淡定很多 還有我想也是順其自然 例如Esther你說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不是很明白 我便照問靈性是怎樣的 是在耳朵說 還是在心裡說 我也是隨心做 我覺得挺自然 還可以的 你的聲音都入咪 多謝你 我從來沒有聽過自己的聲音 你現在聽到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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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覺得是真的 挺舒服 好像在聊天一樣 就沒什麼緊張 OK 你說真心話就可以了 對 我真心話 有什麼想說就說 OK 好了 那我們是時候說再見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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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